請坐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上禮拜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講去到紀錄世界的菩薩 就是我們王先生去到紀錄世界之後 可以 王先生去到紀錄世界之後 我們可以究竟一切菩薩所行 可以祈祷 生就無量的功德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收功德的時候 很悠閒 我們去到紀錄世界的時候 我們要收功德就很容易了 而且我們去到那裡 我們的神通和紀錄 整個都有了 我們的神通 紀錄 而且在那裡的神通通明 我們剛才說過了 去那裡的神通跟六通三明 都是紀錄所出的 跟我們三部世界 我們所感到的這種 暴通 是 果報 各部的神通 不一樣 我們剛才有說過了 紀錄跟各部的神通 有什麼不一樣 紀錄的神通是怎樣 我想要用就有 對嗎 如果是各部的神通 我想不可以用也不可以 這點實在是 神通沒什麼路由 是一個 本來是大家很欣賞的事情 欣賞的事情 這方面就讓大家很害怕的事情 想不可以用你 這實在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去到紀錄世界 我們的神通 紀錄 在那裡的神通 都是紀錄所出的 所以我們可以祖宅 去到那裡可以怎樣 由至七覺 這個由至就是由心 至 心至 心至 這個至就是心 我們的心都是在什麼當中 我們的心都隨時保持在七種的降誤 這個覺就是覺悟 就是七覺之 七種的降誤 七種的降誤 到七種的降誤 今天會特別來介紹這七種的降誤 因為這七種的降誤 對我們要解脫 對我們念分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阿彌陀經來面也有說 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 七菩提分 其實所說的就是這些七覺之 我們上次在講課前有說過了 我們的心 三部世界的我們的心 隨時都是遊行在什麼地方 淡沉寺對不對 我們的心都遊在淡沉寺裡面 去到紀錄世界裡 我們的心 時時都是遊行在哪裡 遊行在哪裡 我們的心都在哪裡 降誤六當中 在降誤六當中 我們去到紀錄世界裡 我們就能夠去這條的 就是不斷的降誤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七種的降誤 這七種的降誤 在我們受行當中非常重要 去到紀錄世界 我們說紀錄世界 我們阿彌陀經來的也有說 在那裡的水鳥樹林 那裡的水啦 還是水聲啦 還是說風聲 蕭啊聲 他所說的都在說什麼 七菩提分 八聖刀分 對不對 都在說這裡這麼好 這七菩提分 八聖刀分 我們別聽什麼 土間在上 他到底是在說什麼 我們不知道 他這是七菩提分 八聖刀分 這是跟共同的 我們三菩世界 就開始收的 三菩世界 我們知道說 我們北傳 我們收盡透範文 我們叫做用念佛 對不對 如果他們南傳的 他們收的是什麼 他們會用什麼 試念儲 對不對 他們用水念儲 水念儲 水念儲比較典型 我們比較聽過 就是他們可能用不淨觀 不淨觀 還是用什麼 熟習觀 對不對 大家要知道 他不管你用不淨觀 還是用熟習觀 我們這組的都是什麼 關宿念儲的一種方法 關宿念儲的方法 關宿念儲的方法 宿念儲 他在說的就是你說什麼 他在說三菩提分 三菩提分的手法 密圖經裡面說 我們去基督世界 所聽的也是三十七道頻 三十七道頻 他的第一例就是什麼 試念儲 我們北傳的政府 比較沒辦法去強調 其實我們思維就是這樣 只是我們用的 我們所觀的內容 是不一樣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先簡單介紹 這個數量儲 他所說的就是你說 三菩提分 在我們北傳的翻譯的經典裡面 對四年初的觀 會翻譯 都翻譯這什麼 沒聽過嗎 我們北傳都翻譯這什麼 四年初是什麼 這是我們北傳的翻譯 四年期都翻譯這什麼 關身不敬嗎 好啦 關宿怎樣 好 四苦 好 我先看 我們看兩個就好 我們主要不要看這個 不要看這個 再來 關心無常 這個觀法無我 四年初 不好意思 我們的北傳的翻譯 剛剛翻譯一部分而已 不是這樣 四年初 它叫做什麼 深觀念初 受觀念初 深觀念初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心 用我們的心 我們的念頭 要觀察 觀察我們的心 觀察我們的感受 觀察我們的心理 觀察我們的感受 觀察什麼 所有的這個法 這叫做四年初 觀神不敬 只是深觀念初 有十四種深觀念初 裡面其中的一種 所以我說北傳的翻譯裡面 你四年初裡面 其實也沒有翻譯完全的 你清淨道論裡面 它的翻譯就會比較完全 北傳就是相當於清淨道論 北傳是解脫道論 北傳解脫 我們是翻譯就是這樣 只是用其中的一種 這只能說深觀念初裡面 舉例觀神不敬 不可以說四年初第一個 觀神或者觀神不敬 這樣了解 好 了解了 我們是不是知道 我們阿彌陀堅裡面 會說什麼 其實裡面所跟我們說 關的就是對四年初 關到什麼 七不提分 五根五粒嘛 七不提分八勝道分 這就是總共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對四年初 再來什麼 四下 你不是想的 四年初 再來什麼 四如意足 我簡單一下 四年初 四如意足 再來什麼 四正琴 再來呢 五根五粒 七不提分 八勝道分 還有隆重 隆重三十七 隆重這個有的三十七道品 其實這三十七道品 是叫你修行的時候 總共用三十七種方法 不是 是叫你用幾種方法 一種方法 所以 我們如果是跟 關授師区也是 受關念處裡面 幾種的一種 下腳也都幾種的一種 所以我們是 把他的方法 都幾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 就是四念處是四種 四念處都總共用一種 例如說 如果他說 他的身關念處 他們比較典型的 他們是用關呼吸 呼吸 鼠息 也是身關念處的一種 鼠息跟不靜關 都是他其中的一種 如果基屬息為例 現在這個屬息是 現在在 清清道路裡面 他比較通用的一個方法 意思就是說 他開始觀察你的呼吸的時候 就是 最開始觀察 開始觀察 叫做關身念處 它是先觀你的呼吸 在你的屁股 我們的鼠息 透出來的感受 觀察他的 我們的深的呼吸 再來就是 這個呼吸 氣息在我們的深的感受 氣息在這裡 走的時候 我們的心念 然後去觀察他的 這個 在這個過程裡面的無我 所以最頭到尾是用什麼 一種方法 所以 我們北傳翻禮開 其實 它是每一個都基不一樣 沒有方法 所以讓我們五歲說 四年處 好像太難看 這跟我們修院有什麼關係 其實它是每一個 都各舉不同的方法 其實如果說 我一開始 我用的 我在想禪定智慧 我用的方法 我是用鼠息來講 用鼠息來講 我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深觀念處 修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叫做受觀念處 修到什麼程度 叫做新觀念處 修到什麼程度 叫做法觀念處 你修到這個 這四個都完完的時候 你叫做什麼 第一個階段 四年處圓滿了 四年處圓滿 這是一個初步的圓觀 再來 你進入有點些微的禪定 就隨事如意族 如意族 它就是隨事禪定 你繼續一段的精進 跟著四正情 你就會開始 那時候會捨惡 然後修散 你再加一段功用時 叫做什麼 五根 五根增上叫什麼 武力 然後最後的什麼 決定 你有這些覺悟之後 會有這些正見 正知見 然後最後到什麼 你可以正過 所以你一種方法是走到什麼 走到尾 叫做三十七道平完成 那一樣 我們正通法文 我們用的 我們的念頭的所緣 我們在修三位 會定位這三位 我們的所緣不是修 我們的所緣是什麼 阿彌陀佛 對不對 那一樣 我們念阿彌陀佛 是不是也可以完成什麼 對四年處 跟什麼 跟八正道三十七道平完成的 所以為什麼 阿彌陀佛裡面 他說我們去到紀錄世界 我們所緣的就是 三十七道平 他就是什麼 三十七道平 叫做什麼 三十七什麼 什麼 什麼 菩提什麼 菩提分法 對不對 他們這三十七位 都是什麼 你要成就無上菩提的 其中的一分 其中的一個階段 應該是說 其中一個階段 這樣子而已 阿彌陀佛 我們可以圓滿三十七道平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仇佛了解 這跟我們原來 人生三十七道平 跟人生做 食材做三十七種 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原來 都是其中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每一個過程 對我們修行來說 都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可以 種這個因 就有幫助 會對幫助我們 憲這四人 我們收兩副三枚 對我們阿彌陀佛到紀錄世界 是我們這個 火火跟成佛之前 火火繼續加深 因為這三十七道平 它所有的 其實你會覺得 奇怪它裡面 很多都一直重複 對不對 從樣精進 從樣是精進 同樣是定慧 同樣是念 像什麼裡面重複這麼多 原來就是說你一開始的 念 舉於念 念來講 一開始的念的程度 是前面的什麼 試念處最開始的什麼 出關而已 這個叫做 叫做 那時候是屬於試念處的念 再來呢 你在慢慢進了以後呢 你的念漸漸的什麼 越來越能夠掌握 我們對念頭 越來越來越 越來越去巴掌 一直到最後 叫做什麼 正念 不是說靈命中的時候 要有什麼 正念嗎 正念是不會用下來 從一開始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實在 我們了解說 三十七道品 對我們的念 有什麼幫助 因為這就是跟我們說 這個過程裡面 不一樣 我們對念頭的巴掌 我們讓它的名稱 不一樣而已 其實都是很重要 同樣 這個七 我們今天不是說 三十七道品 它剛才剛才說的七絕 所以這個七絕 只是一般我們比較親分 所以我特別介紹一下 這也是一樣 七絕之 裡面 它這裡 它所說的 我們念佛 它就可以具足這七絕之了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過程而已 你看這個是隔 這個責法 同樣是抵迫 那 Zurich 算是智慧的一分 我们念佛三分的其实就是什么 跟我们说什么 定慧等词 我们了解这个前提后 这个前提后 我们来看这七种 这七种觉悟的一分 觉悟的其中的项目 我们看第一个责法 责法一般 一般我们对的实在就是 我对法 可以有什么 有一个减则的能力 说的比较快 真正减我减则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用我们的五指 用我们过期的经验去减则 然后又固执的钥匙 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入到佛法 的循环来面 你看到七五提分 来面的责法觉知 已经是在很后面了 表示你对法的 简则这种的智慧 其实已经有些火候了 火后已经有一段 你才有那个简则会 所以你一开始对初步 你会听闻 伏法 一定是你爱给他笑话 你爱去用 你爱去做 你要每天在生活中去训练 去把我们的五指去抹掉 把我们的刊人 客户 哪里 各方面都去背影 站起来的时候 你跟买 你真正有法去检则 有法去甘地道 说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这些检则会 这是头前要有一些潜行的功夫 或后的 不然我们出来的检则的智慧 都是我们的五指五件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检则 检则 这个检则法决资 检则法决资 你建设对这个 检则法决资 他的 他的 他的改正 这个检则 他虽然是虽然地悔 地悔 我们对一个法 的检则 就是把它检别 这个检就是检别 就是分别 做一个分别选择 我有法度去分别 他是对还是不对 然后去做一个检则 这种分别的检则 他不是用听来的 所以他不是 记得这是不是 不是 他不是 救到我们的 宿客 宿客的过程 来分别 所以你一档点 去想的时候 不好意思就不对了 我想这是怎么 不好意思 你已经早前去了 不是这个甘定的水底肥 等一下我们会说 这个甘定的底肥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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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他不是 照顾客的过程 来完整的 他是一个什么 是怎么去完整的 怎么去完整的 他只是一个 什么 直觉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高生传里面 一些高生 他们的所记载下来 他们都对自己的事情 要判断 他们是直觉 他就直接说了 那是什么 这种直觉 这种智慧 这种检测会 要怎么去背用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讨论的 内容 其实 他是一种直觉 他是一个直觉的 然后 不过 他是 有辨识 他是一种 直觉 而且 他有这种 可以让你分辨 了解 实在 这种灵烈 的 地悔 这才是真正的 简则 简单说就是 我们刚才第一次 第一个 第一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 你就知道 我知道怎么做 你再去想 想看怎么做 不好意思 已经不是这个 简则会了 这是你的什么 听来 听来 人家说听来 这叫做分别会 你是你的逻辑分别 听来 都是什么 你别人的隔壁 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们有说过 文会 思会 都是叫做什么 相应会 文会 听来 你去思维 想来 不是说他不好 是跟你说 听来 文和思 我们特定的智慧 他都是叫做相应会 什么叫做相应会 相应 相应的智慧 意思就是说 他跟真正的智慧 这是相应 相应而已 相应而已 表示 他什么 真正的智慧 不是 不是 他现在只找到 他的一个音 而已 他不是 找到 这个音 是要做什么 帮助 帮助我们去分辨 当我有这个 简测会 我的直觉 让我们知道 我这个直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直觉 这种辨识的能力 这种智慧 对不对 就是要考虑 变成时的听经文法 你这个文师所得会 你才有去硬件 你刚才的事 你第一个判断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自己心里有底 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这个 责法觉知的 简测会 所以 要在这种 这个责法觉知的 简测会 它是一个 直接的领悟 它是一个 直接的 拎回 会开花 这种 这种直接的领悟 我们要去得到 就是要对 平常是对 我们的念头 的把握 对我们的念头 的把握 如果说平常是对 我们的念头都没法去把握 如果这样 你要有这种直接的领悟 这种地位 很困难 我说这个平常是什么念头的把握 我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要随时保持 你当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因为你这种困难的时候 你不断的一直在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去想说 这个事情我想怎样 没来怎样 不过等一个可怜的怎样 你不会去想 如果说只不一百块 烦恼一千年 你不会做那些无畏的 过去的这种推理 太多 你有办法在当下 说 对啊 当下的这些困难 我应该 你现在都总有三分的困难 三分的困难里面 我的力量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用 做一个方向 来打拼来做 你就把那些把握 你不会去烦恼 说 这样做 要做到当时 这样就还没开火 你就不会去想 你就不会这么烦恼 因为因缘 现在就是几分嘛 你就是把因缘 做到几分 这样就好了 我们常常会 在这些烦恼 就是因为 其实因缘还没够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目标是怎样 不过因为因缘还没够 我们就会打拼去 这样做到就没了 没的时候 你就会打拼去 怎么说 刷手机 无声 无能 你就会这种 做做办 不要啦 这样也没法 不然 这个很好 你一直打拼去 一直打拼去 我们就没想到 跟一项事情 跟真贴抵 走到最尾 所以我们说 三十七道平 你不管你用 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走到贴抵 就是向神佛 你收下去 就是直接用 那个方法 就走到神佛 你用念佛 你念下去 你中文 不要再玩 因为你没法做生分 是因为你 你还没走到那里 你三十七道平 每一个三十七的 其实这是 比如说 我们对念头的法 对头是这样 人人啊 连念头 是起什么念头 自己都不知道 到后来 我们每天这样 念分 念分 才知道 原来我现在起的 是阻念 我现在起的 不是阻念 你有我家去分 还有我家去 讲的后来 说 我现在起的 不是阻念 知道的时候 要把神佛回来 让神佛在这 因为你这个能力 越来越强 你的八项性 越来越大 其实这是三十七道平 看你八项 跟什么中的灵灵 所以 天下不降 你不要再烦恼 暗闻 时间 因缘还不够 你这有办法 安住在那里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说 随时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就是 我们对念头的八项 一次一次一直分练 我们对他的八项 正如广 对他的观察 正如来如广 你有立法去抗他 这样我们这有可能 我们可以听到 因为我们的念分 有这种 可以直接的领会 领悟的这种 一定听到 你最新话当中 当你变相时 你这里有真打拼 你用心的时候 这种简则会 他会一直出现 最开始可能 露儿了 灵光一现 突然触动 突然像那个什么 一丘 像那个卡通一样 突然灵光一现 冒出来 瞬间冒出来 那个就死了 很清澈 很清明 那种就是 那种地位就真的 一开始 你如果在这里 有在这里用功的时候 偶尔它会出现 有时候就很混沌 偶尔会出现 不过随着 随着我们在这里 如用功 如用功的时候 一出现就会怎样 如频繁 而且出现 不是只有 出现如频繁而已 你对他出现 是对不对 你对他的确定性 你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清澈 确定到 你每次出现都是健康 你也知道 要让出现就是健康 这就是上手 你就是上路 这跟这边上 是你在学一项技术 你在学筛车 同样 对吗 你到辈子 加轻救手 其实我们对 13位 定会这个修行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在这一开始 我们要去对 这个念头的把握 就是我们对 上头 我们可以 真记住 知道说 把我们的念头 到底 要把指向哪边 就是知道 我们的正念 把我们的心 应该说 心的指向 心要向哪里 自己有法 去 这个方向盘 是你自己 在抗肥 我的心 念佛 就是向这个方法 就是向这个方法 我的心是向佛 对我经常说 没时间好去烦闹 因为你的心都向的都是佛 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念佛 有时会 我们跟我们说的九平往生 你还可以按照修复修复 我们跟他做这个就很不容易 基本就没时间 把我们的心 溜溜去健康 去阶口 还有自己的事情 烦恼不够 还有烦恼把人 引导的事情 我说 烦恼十八代 怕孙 怎么 恶孙 恶孙 人们要 欢喜怎么过 他们的生活 这是 那是他们的决定 你没办法陪他一世人 你好好 把你的生活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真的要影响他们 让他们觉得 你这个生活很好 你是很专心 自己过得如何 不是自己过得烦烦烈烈烈 烦烈烈烈烈 你希望你的天生 要怎么够 你同样的时候 人们看 我才没在带老母 你的所有 一种的要求 他们都感觉 我才没在带你 烦恼 对吗 人们就没办法去幸福了 对吗 所以你真的 要让他去幸福 就是 不管你做什么 你所做出来 你都没 做成你自己的烦恼 你也没做成 别人的困料 人们才有办法去困点 说你做的 这样就是 受刑人 我没带妈妈 我没带爸爸 人们才有办法去困点 所以 我们没需要去 去烦恼 其实跟我们受刑 无关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 对我们念头的巴厚 心的指向 要向哪里 你要非常清楚 我想要爱到底是什么 你这做出来的时候 你变成是生活生活当中 你所付希望 什么希望 什么的要求 那才有意义 没有那些都只是 三宝世界的轮回性数 人们说秀权花腿 没有帮香港 你如果是对我们心的指向 你是非常清澈的 没有烦恼的 非常清静的 如果这样你三宝世界 你做什么 每一行都对 因为 一层表现出来 你在那里就都知道 你什么种 都不一样的烦恼 不管你自己的衣服 你扫着肚子 你都有办法 你把你的心的指向 都可以很清澈 都是往土提分的 不是往烦恼分的 不是往烦恼的 往烦恼的就成事了 所以生活中 不管你做什么事 也许 也许在世间来面 你把它很合理化 这就是生活 这才是进步 这才是真好 你把它合理化 结果这是一个 很好的生活 其实 那跟了生素 完全都没关系 因为第一 你在这里烦恼 第二 你在这里让人烦恼 所以不是说 我们做什么事 做到什么程度 就对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的心的指向 到底是什么 我们有法度去控制 我们心的指向 这就是我们的念头 的把握 当我们的心 在这里分裂 旧的时候 我们对事情 看的时候 我们就有法度 一眼洞见 就是我们说的照见 就是一种直接的领悟 所以这种直接的领悟 记得我们之前 要跟大家说 一个受限的要令 跟大家说 我们要怎么有 直接的领悟 直接的领悟 我们就是要怎么 接着 清真的颜悟 还会记得 我们还要说过 这种领悟 植入清净缘起 刚才事情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接着 植入清净缘起 在植入清净缘起 就领悟 我们之前 也记得过 它就领悟 说是什么 像你摄像 像在照相一样 它叫做什么 照见 所以心情里面 怎么跟我们说 照见 五文改空 不是叫你怎么去思维 它说 色怎么空 瘦怎么空 没有啊 它跟你说 一定一开始就跟你说 你要怎么去 提供 后边跟你说的 色色相形式 什么是空 空性 跟你说的 不是叫你怎么去思维 怎么分析 它是空的 它跟你说的是 要用什么 照见 一念照见 所有的 全部都空 用照见就像 我们在学生的一样 你一天一天 我们这里面 四周三款 你是不是看了一眼 就一目了然 对不 你如果没看到的时候 人跟你说里面 你怎么怎么 随着有的 对不 所以 你如果不是 你如果是用这种 思考的过程 用它的逻辑思考 你过去的经验思考 你觉得认为 怎么 应该 怎么 就是怎么 这种的 不是直觉 辨识的智慧 你是透过 你过去的经验思考 这种过程 就特别说什么 像你在学朵 同样 像你在学朵同样 你是一笔一画 随着 你数秒 这样 你卸开 你卸上的 你卸得比较 是所有里面的点和比划没有 你卸得比真 你也会减一项 对不 你也会减一项 减一项 一项 也减一项 你减很多 跟说你这是卸一项 所以 我们应该 我们不看过 什么 有个什么 马赛克 马赛克 轰轰看 很像的那像什麼 比較近看來 但是這是什麼 看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比較近看 你就不覺得說 它很完整 缺很多 它只是一部分 讓你遠觀 覺得很像而已 一樣 如果我們是用 藉由這些裸璽思考 經驗推理 推理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讓你 橫橫看 你覺得像我想的一張 正經做下去的時候 才發展說 它不是全部 要怎麼聽到 所以我們邏輯思考出來 跟植入清淨緣起 是不一樣的 念佛是什麼 這對象 植入清淨緣起 所以現在人家說 念佛法文是一個 原遁法文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頭前 之前是我們 上一堂課 會用那麼多時間 跟大家說 性期和緣起 念佛真的是 乘性而起 所以因為 所以我們在用功的時候 剛才是說他的道理 現在就是要 這個東西就是要說他的用功 他的用功是植入清淨緣起 接著清淨的緣起 他是用教堅的 所以你看我們拜良宏的時候 最後一段 就跟我們說 什麼叫做植入清淨緣起 他要怎麼樣 一念怎麼樣 他念普關 對不對 他整個良宏寶散 其實他整個都是說 法界緣起 因為他那邊用很多法言的事 他用很多都是波羅智慧的東西 講的緣起 講的性期 所以現在他的一卷一卷 你打到時候不要 要把他的水文意 你知道說 國師實在是太厲害了 他那個對於經濟的清澈 是清楚到 從頭到尾不是只有 1 2 3 4 一個人 他在數字上 按照那三藏法術 排到死 連經濟全部都是 旦的 而且是遠的 所以你看 非常非常精彩 當然你一定要對 經文 你真實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 看他出來說 那實在是很漂亮 所以拜良宏會很歡喜 就是你入入法杖 所以你看 他到第十關的時候 你那個戰文 跟你說什麼 他念普關 你如果可以 一入 清淨的 演戲的時候 你用照結 你就可以 他念普關 所以 我們念一句佛合 我們想要說 我們念佛合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 全心在佛合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 我們平常是 去分拾 說 正途法 無論是 怎麼怎麼 那是平常是 去分拾 平常是去分拾 我們 內心裡面 就是有了 有這個 有這個 內容 有這個 得力 你了解 所以你再來 再念出一句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 聽聽到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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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對 紀錄世界的了解 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你現在念一句阿彌陀佛的感覺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開始念的時候 你就直接這樣念就好了 這種的不一樣的變化 不是你怎麼念的時候 又怎麼念想 喔 記錄世界喔 我們這次聽歌 聽什麼 不是你 在念佛的時候 才開始在想那些 在想這的時候 的了解 都是平常是去了解 了解的時候 你如果正經要念佛的時候 一念阿彌陀佛裡面 就記住了 因為你平常從那裡 我會聽聞跟分析 已經很清楚 有入心了 所以你以前在念佛 一句佛好 一念出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記住了 這叫做 引念普關 你就直接 在這個清淨的眼睛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念佛的要靈呢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 不念做它 你念你要起心念佛 我現在要來念佛 你都不用另外起一個心 我現在要來念佛 我不要打夢想 你這種祝義要念佛 你就直接阿彌陀佛出來就好了 你都不用再去念一個祝義 說我要來念佛 連這個心念都不用去 你就植入阿彌陀佛 就是單體 所以祖宿大家跟我們教說 單體的生活 植入清淨緣起 它就是這樣 但你如果是照思維的過程來 它是怎樣 就剛才說 就像你用話的一樣 你用經驗 你的邏輯思辨的 就像你畫畫素描 它一定要怎麼 循序漸進 慢慢想 但是我們的檢測的智慧 不是客用的 所以我們會說 我們學會 我們要到達一個很好的 對付 有法度去清除說 事情怎麼做是對的 我們平常是一定要奉 我們有很多我們的邏輯思維 這事情就這樣 你如果沒有用這樣 那不是軟糙糙 那不是垃圾 那不是怎樣 這都是我們過去的經驗思維 你覺得你認為應該要這樣 不過 一件事我們說 三部世界 不是說這個東西要拍這樣才是對 這個東西要拍這樣才是好 不去煩惱是最好的 暗不凡困了 這是最好的 互念眾生嘛 這就是菩提心嘛 對吧 所以我常常都會放一些老火 都會跟他說 好好的 幫你照顧好 把你的心也安頓好 這是最實在的 冬頭都要抵一半 不是抵一半 抵一半 抵一半 好好的 跟自己 日後我們要去記錄世界 我們要怎麼過我們的生活 看這個受傷的受傷 安頓好 太清楚 你希望可以影響 怕孫 希望他們怎樣怎樣 有一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 你做得很漂亮 說實在的就是 我們要死的時候 死得很漂亮 你這四人所做的一切 人就整個都把你困住 那你只割到一大堆 煩煩惱惱一大堆 你到要往前的時候 怕孫跟人家看說 媽媽還是爸爸 學運學到這樣 我要考慮一下 我這樣就來學運 所以我們現在不用把心思 放在說 很強的指導性 我過去走的 走比你走的路更多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更多 一直打 你要怎樣 你要煩 我說你不用煩惱十八代孫 你就把小孩都養大 這樣就好了 你好好 把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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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個最漂亮的模範 如果這樣 你這四人裡面 你所做的 你所表現的 生活裡面的 整個都會變成他們 以後 想要學你的模範 不然你平常是不管你的生活 你管理得如何好 你覺得你家裡 排得如何經濟 人家都沒辦法去困擋 你所做的一切 因為你整個心 你的家是經濟 不過你的心是怎樣 是亂的 所以這叫做責罰 不是透過我們的經驗思慧 你認為怎樣 所以我們要有這種責罰 這種責罰的智慧 有這種的覺悟 我們在平常是 就要把我們的這種的五十 你透過思維邏輯經驗 才揣的這 這種的 我們常常都會變成我們的五十 聽聞佛法思維這是要的 不過這是怎樣 思維以後 我剛才說過了 這叫做相應會 相應會是怎樣 我知道了 後面 前面看著一份 那個是普雍 那個東西沒出現的時候 你不要整腦筋都想說 普雍 這樣了解嗎 我們文法思維 是要做這種用的 叫做相應會 就像一東西一樣 東西出現的時候 你這裡去找就好 沒出現的時候 你不要走得多出來 所以他只是讓我們去印證說 我們再來的這種直覺 對不對 這樣而已 有走進去沒有 跟佛道所說的 對當的 這樣而已 不過我們真的要愛的是什麼 是這個 對 所以健康是沒有住到的時候 你不要 我們不要用這麼多的事情 加在自己身上 加在別人的身上 那這樣會製造你自己的混亂 製造你自己的煩惱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責罰覺知 我們要得到 剛剛說過了 要得到這個責罰覺知 我們可以有這個責罰覺知 有一種什麼 照見的智慧 有一種植入清淨緣起 有一種責罰的智慧 有一種責罰的智慧 我們都完全聽不懂的人 我們就不去想要問 知道別人的想法 別人會怎麼做 別人會這樣 別人會這樣 你看到他覺得很不容易 亂亂 但是別人會有 別人會想法 我真的沒辦法讓別人記過 你覺得他比較亂亂 但是別人會對他來說 別人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對他來說就是這樣 他要拿很方便 他可以想外得很自在 他會這樣很利便 不過在你的眼光看起來 你會覺得他亂七八糟 所以我們要去多詢問 我們才有辦法對眾生的體諒 這也是我們的副體心 副體心而且是 我們可以奉行我們的五筋 你裝得下別人 沒有我們的心 只能裝下自己 這就是什麼 五筋很重 五筋很重的人 你這種檢責會就會很 因為你整個都是靠什麼 你的邏輯經驗思維 跟你說這事情要怎樣 不是只知道自己要這樣 非要這樣不可 每天做到學會要欠事 而且你又要怎樣 去干涉別人 你怎麼沒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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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自己也很痛苦 別人也很睡覺 你世界看不過 別人也怎樣 你看到你就怎麼 肅然起敬 退避三色 所以就是 我們要做的檢責會 就是能夠多詢問 剛才的事情也會多詢問別人 譬如說你這個人是五筋比較輕的 剛才事情都自己很頂 滴滴滴滴滴滴 這表示我自己比較重的 我們就要去檢討 去警惕 去注意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去 其實每一項 每一項裡面 要得到這幾項的工 其中都有兩點 都一模一樣的 你如果是責罰 就是要遠離什麼 遠離愚昧的人 遠離我值比較重的人 愚昧我值比較重的人 你要怎樣 要親近什麼 有智慧的朋友 得善友 每一項都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你要遠離懈怠的人 要親近而精進的人 每一個都一樣 遠離反反惱惱的人 親近常常都有喜悅 有煩喜心有乏喜的人 好啊 這樣整個都看完了之後 混混的 你是一個大家想要 活力的人 還是 還是大家想要 殺人的人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 聽這些活力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會教說 喔 我要做一項 對不對 每一項都說 都要教那個 但是 你如果沒有一項 這種氣氛的時候 你外送的時候 什麼都怎麼樣 近早 對不對 大家也想要遠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想要去做這項的時候 每一項都要做那項 你也想要去親近 那項都要做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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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做那項 但是 我是一個人 看到我緊張的人 所以我們所有這幾項 他都會說的 每一項 你要去做那項 第三項到第四項 這兩項 遠離比較親近 這兩項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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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的基準層體 就像我們現實面 剛才說的 你一定要有記住一項 不然你絕對我人不去 什麼的要盡量不要 人要遠離的那項 你盡量自己不要具足 你這有一個項 你就有機會跟人接近 你這如果有一個項 人就有機會跟我們選票 所以這是我們要很敬佩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我們受傷 我們要打拼到很多 沒時間去辦辦人家 但家務不會是 沒有跟我們無關係 他們都擺得軟軟 他們都不乾淨 他們都不乾淨 自己無關係 我們那一句 不要說他們 你們家要生幾個孫 那你擔憂他那麼多 你自己生幾個子 你就擔憂完 你又擔憂到孫 我就說你也要擔憂十八代孫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在這裡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在這裡打拼的時候 我們今天沒時間好去緩鬧 我們剛才用在這裡的時候 去注意我們的心情 至少要有一點智慧 至少要有一些喜悅 整天由頭到臉上 到臉上 到臉上 等一下我去掃到鳳台 你自己都沒有清安 我們整天都非常的沉重 很憂愁很憂傷 像我來 對嗎 我想說 不要我來 那一我來 我怕你很不容易 我來不知道 還要黏著我 黏著我 還要說多久 抱怨 等下垃圾 等下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是愛情主義的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有的 這幾項 都是我們要有記者 雖然我們現在不太有地位 最終我們要有一點地位 最終要有一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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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希望 你如果是一個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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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部分 你是有記者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能交易十分最多 你記者多少 你記者多少 是不是想外力的人多少 我說的 有那麼多外力 一定是這 這項也是有的 對不對 你這裡會怎樣 人家說有以類聚 對不對 所以你希望 你是有什麼種的憤怒 你要有什麼種的環境 你最終要 你要先製造什麼種的氛圍 所以這是怎麼 我們在介紹基督世界 我是怎麼一直 在這個部分 要說得這麼清楚 我們希望有基督世界的環境 我們現在就要製造有基督世界 跟它比較休想的氛圍 那這樣我們跟基督世界 我們就最好 所以為什麼在密度境裡面 他可以跟我們說 去到基督世界 如果說我們去到基督世界 這些 三十七道瓶這些劇組的 他不需要跟密度境跟我們說 因為跟我們說到仔細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滋味 表示說這三十七道瓶 每一分 這個普體分的 是不是在我們三部世界 我們就能繼續 一輸一輸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一輸一輸 所以去乘以阿彌陀佛的 我們跟你說什麼 無限大 所以我們跟他相應的時候 我們就一輸一輸 我們就去那裡 我們就感到什麼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所以我們記得 我們現在要用心的地方 好好做一個什麼 有檢測會的人 好好做一個很正常的人 很開心的人 很親愛的人 沒有錯誤的 沒有出眾的這種心念 煩惱最出眾 有正念的人 而且 剛才的事情是 心來是很穩定的 有定力的人 哪一個 風的下的人 你直接乘坐的時候 你就變成 就是大家想要安慰的人 還記得 你的負面的人 如果越多的時候 是大家想要安慰的人 大家都說 將心比心 你千萬不要去觀察人 問我們自己就好 你想要接近什麼人 你如果想要接近什麼人 我們跟你說過了 我們就要好好做一個人 想要接近的人 這樣我們才會 吸引到我們想要愛的環境 好 再來 他的 他的 其中的一項 他很多項 我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幾樣 沒有 整個都說完 就是大家整個都不記得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說 三十七普提分法 所以我都選幾面 裡面比較重點的幾個來講就好了 責罰結婚 他還有一項 就是 你要專注 我 拿錯筆了 你要專注於什麼 專注於這個責罰覺知 什麼叫做專注於責罰覺知 意思就是說 我和外交這樣介紹 什麼給這責罰覺知 這樣大家 公平了解 雖然說沒有很特別了解 最終要知道是什麼意思 專注於責罰覺知 意思就是 我對責罰覺知 我是什麼 我會喜歡他 我會喜歡他 我希望得到他 我希望我是有責罰覺知 我有這種簡責的智慧 我有這種感激的智慧 我喜歡 而且我是什麼 直接的 我喜愛 而且是直接的 直覺的 直覺 去領悟 我們說直覺的領悟 這種 喜歡直接直覺的領悟 我專注在這裡 這種領悟 它是一種什麼的情形呢 不動意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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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聽過 但是 我們很典型的 我們說什麼 用根不用事 應該都有聽過 用根不用事 我們現在要改作這個 你用我們的根跟四 有什麼不一樣 這種的修行采 有什麼不一樣 用根跟著用根 下面各著用事 下面各著用事 我們來根 那是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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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知的 就是 知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我們 在佛法裡面 的佛道為了 讓眾生 可以了解 我們的心 的作用 請問你有幾個心 一個心 幾個中間 對嗎 沒有當初初的地方 但是我們常常對我們的心 沒辦法去 去 聊好 去講好好 就是因為 到底我們的心 會在哪裡去作用 自己 不清楚 所以心就走了 你不好的地方 去作用 我們都沒有發現 原來那是我的心 就覺得 你是怎麼對我這樣 他真的對你這樣 沒有 是你心來的 他對你這樣 你心中的他 他說幾句話 他怎麼跟他唸 誰唸你的 你心中的那句話罵你的 對不對 他有給你唸到 他那幾個 他有給你 他那幾個 不要認到你的名字 他有給你唸到 他說笨蛋 你怎麼說 你誰叫我唸到 有人要對號入座 都沒有說什麼名字 什麼都沒有給你唸到 你自己對號入座 他剛才說笨蛋的時候看我 這是你唸我 所以你叫什麼 沒到 是不是你自己心中的那句話 沒到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去瞭解說 我們的心是一個 不過我們要去瞭解說 心的作用 在哪裡去作用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原來讓我 起煩惱 原來是我自己的心的作用 基本人也沒有跟我們講到 所以瞭解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瞭解那種 不真正有辦法 我們說最重心是張心慘 你就沒有人為 說是你不對 你都說 那路也是什麼 沒有我才不會這樣 你瞭解白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心是一個 不過他會隨著 不一樣的靜緣 所以我們的氣 不一樣的作用 所以我們如果 隨著我們的 感情 對不 白酒 我們就去一種 我們對白酒 對東西的作用 這叫做什麼 對 感性 感性的作用是怎樣 看嘛 對不 我們是怎麼看到鬼的 很害怕的 還是看到很壞的 我看 你看就這樣 看本來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影像而已 你看著爪 一般人比較怕 你像看下去的怕 是你看 你看給你害怕嗎 還是你過期的什麼 怕也害怕 也害怕 你叫什麼怕 對 對啊 所以過去的經驗 所以我們知道 感性 還是說什麼 我們這個心 在當我 去遇到 一些生存的時候 我就會去一種 實質的作用 就叫做 捏血 捏血 耳飾 我們女 她的作用 是什麼 聽 我剛才說 聽到 笨蛋 不要去念 就送的名字 我不要看送 送就不叫我罵到 對不對 我如果說笨蛋 我特別看哪一個人 你可能說師父說我笨蛋 你就去作用了 她本來就是一個生存而已 你自己要對號入座 才說人家給你罵 所以 世間有什麼人罵 我們會對嗎 沒有 我們都叫我們自己的 耳飾去 不是耳飾賣到 耳飾好像聽而已 我們都是耳飾聽到 之後我們就起一個什麼 意識心 她長了一點 所以怕她才會說我笨蛋 我就是弄破那個背 所以說我笨手笨腳 我都說我笨蛋 你就開始意識心 再想一大堆 後來都是自己的 要命自己 顏而鼻舌生意 什麼都一樣 顏而鼻舌生 我們說到生根 我們的生根 一樣 人家給你握到 人家給你撞到 這種的你的觸覺 你的觸覺 你的知覺 好 所以我們原來 我們的心 對我們的眼睛 剛才看到大家的東西 這種的作用心 其實很單純 看得到而已 其實沒什麼 好沒好 還是說有什麼 聽到也是一個生存而已 有聽到什麼 這樣而已 你現在聽到 那個 那個 外面 那個 蟲 蟲 蟲蟻鳥叫 你敢不說他在幫我 你敢不說他在幫我 你敢不說他在唱歌 給我聽 你不知道他的語言 你這個人 家裡在這裡 害我去撞到蟲蟲 他在這裡 撞到蟲蟲 摘到蟲蟲 摘到蟲蟲 可以死去 所以你什麼 你一樣 都聽到這些聲 但是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不知道好料理 你都沒感覺到 你幫你握什麼 你幫你這樣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 我們這些眼視耳視 我們這個根的作用 其實它就是一個 剛才我們說的是什麼 植入 植入清淨緣起 它是一種直覺而已 對不對 它有是非沒有 有善惡沒有 其實都沒有 它只是一種直覺而已 其中直覺 看就是 欸 這樣而已 聽也是這樣而已 其實它就是 其中直覺 它是沒有是非的 而且呢 它是什麼 它是限量界 等一下 限量就是 我看到 緣起當下 這裡有限量 我還在想說 哎呀我以前 你叫他在這裡 抓到什麼 我叫他在這裡抓到什麼 那就是你推筆了 喔這隻 喔 好這樣來 可能要跟他抓 對 你就可以加了 這是什麼你的比量 比較來的嘛 你的推 累推來的 所以你就開始怕了 所以你是叫你 你自己怕到 你的限量直覺 都沒有是非 這像是我們這些限量 好 再來這個視心 視心就是我們的 對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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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意識的意思就是 它有可能 我們這個心的作用 除了我們剛才看 單純的看 單純的聽 這種感覺以外 我還會加進去 我過去的經驗 什麼 做一個推比 類比 類推 欸 推比 推比 還是說你的類推 你過去的經驗做 這種類推啊 推比啊 這種的 這種的另外 又蓋的這個信念 沒說到你的名字 都沒有事情 人沒看你都沒有事情 說笨蛋 你就聽過了 如果你看你 跟你說笨蛋 你就告訴你 你的名字 你會做這種推比 這就是本來你只看 很單純 你的根 你做這種 看的認識作用 其實它是很單純 很直覺 都沒有思考 對嗎 沒有煩惱 不過我如果 蓋這個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的心 我就是過去的經驗 去推比 去類推的時候 我就會怎樣 開始蓋煩惱了 對嗎 所以 是怎樣 這樣了解 我們會說什麼 用根不用事 用我們前五根 用我們的根 這種直覺就好了 這個直覺 對事情的實際 的了解 這就是限量界 就是我們說的責法 所以這個直覺 絕對是正確的 限量就是 你看 很直接的 你又加這些 意識親的這些 你就知道我們就走前去 不過我們已經太習慣了 我們這個意識心 我們起這些 我們在做這些作用的時候 我們的意識心就是走出來 所以佛道跟我們說這麼多 佛法 其實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想到一個 不過是怎樣 心經裡面要說那麼多 還有很多情經裡面要說那麼多 其實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想到一個 不過他在不一樣的地方 他會起什麼作用 起什麼作用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石材說 原來就是他 好 起原來就是他 感到別人欲我 其實是你欲我自己 我看到的是他 是我自己的地獄意思 當我看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 你心裡就是怎樣 就會釋懷了 沒有啊 他也沒有感到 人家剛才眼睛看這邊的時候 其實他心是在想起腳的事 不然他說本 但是你說他自己 對嗎 所以 我們 剛才說的這個責罰 你要專注於責罰 對 我們要對事情的時候 可以有直覺的領悟 我們就是要去訓練自己 不動意識心 因為這個意識心 這就是一個比量界 比量界的意思就是說 比量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推比得知的 推比心裡面去姑娘而知道的 推比 我那裡抓你圖性 我就想說 可能對我是要攻擊 你就會推比 你就會開始走那裡 你就會開始怎樣 這是推比來的 比量 我們對的事情是不動意識心 前五世 前五世 其實是一個 我們直接用根的 這就是一個限量界 我們直接在那個現前當下 所以回到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那句話 就是在當下 可以做什麼 改做什麼 這種訓練會讓你 很容易就會進入到這種 限量界裡面 看到 第一個 你那個地方 一直在訓練自己的心 不會跑到比量去 那這樣 我們的心會變得很單純 而且是非常有體育 你看 我們這個家裡 剛才我們說的 裡面 你所看到的這些景象 你是一眼照見的這個直覺 最改 巨細靡語 最改清楚 還是說 我來用月數秒 跟每一行 角度 都被圍出來 就是一個 比較清楚 最改基礎 什麼限量 你的第一眼 整個全部緣起 所以有的人 對限量界 如有那麼多巴厚的人 他這樣 看到一眼的時候 你等一下問他 外面有幾張漆漆 他就可以說出來了 這個 這種心 是可以 是可以去學來的 我舉個例子 剛才這樣走一下 走一下 你看到的一眼 我待會兒問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說 會記得的事情 什麼不一樣 對嗎 他有辦法印進去 他有辦法抓 很清楚的地方 每一個人的量會不一樣 這種量就是你對的 這種限量界的 直覺的納受 你會訓練到什麼程度 你這個方便 你如果是 你這種直覺 你是 你這種 這種直覺 訓練如多的人 你看到這個 這個字 這個字 雖然同樣 你經過那麼多 半山過而已 那些那麼多 都差不多的 景色 不過你看到 這個有來過 你等一下你小樓 這間走過了 你不用特別去記樓名 去記什麼 有的人就這樣 看來都一樣 看到山青青 路邊邊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種限量 這種直覺 這個是可以訓練的 就是對你平常 你如果是對每一個事情 你都是很認真在當下 那你就有辦法對事情 這種限量的 的直覺 的察覺 你會如來如敏銳 所以現在一直告訴大家 你就按照 當下的緣起 這三分的緣起 你就是滿分的三分 你等一下去 尋到緣起的時候 你就是滿分 對不對 不過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看到 不是只有限量 我們就隨便加進去 今天天氣不好 日頭 或是說今天日頭 歇著 對不對 我們就會瞬間的加進去 太多太多的東西了 或是說你 一個房間開開 哇 軟超超 其實你印象句就是 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們就是怎樣 亂糟糟 這誰敲的 中山頭 或是說 這誰呢 賣好整理 賣好東西 沒幾句賣好 你就加了太多了 你看到的第一眼 你太加了太多了以後 你就怎樣 怒氣 由心而生 在賣誰搞的 或是說 這賣不好整理 你就開始 蓋子氣煩惱了 所以就是要對 我們這個信念 他的祈福 是怎樣來的 我們非常清楚 我們才知道 原來真的 我們這樣 讓大家現在講到這裡 是不是知道 我們煩惱的根源 是誰造成的 我們自己的意思對不對 如果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對這個 非常清楚 之後 我們這裡真的 我們要參會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說 從生理育之所生 我們這裡會 真心的人為 不是怎樣 突然就叫我們參會 他就這樣說 你的參會 就不會真心 因為你真的 真的是認為 真的就是我自己 引起的 我自己的探親子 所以我 真的我是怎麼會這樣 我現在沒有這種檢責會 我是怎麼會這樣 就是知道說 這個真的 問題是出力 我自己 那時候你的參會 你參會 這樣子念一遍下來的時候 你真的是自己痛哭流涕 是你自己打從心裡面 對啊 就是我 原來的罪魁禍首就是我了 那是很真心的懺悔 所以 我們說的 罪要滅得很快 就是你能夠進到什麼 進到這個限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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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平常是 我為什麼一直說 我們很珍惜遇到的每個緣起 因為那個每一個緣起 都是怎樣 可以給我們這個限量的機會 所以都是我們要在那裡面去訓練 演戲 幾分 現在就是滿分的緣起 每一個緣起都是滿分的緣起 都是很安心 你這個緣起來賓 你有這個直覺的智慧 然後你的心都是什麼 都是橫長都是戴法上的 用佛法 我們說賀來佛法 來對待 這個就是精進 你在這裡就有喜悅 因為你都很高興的去想要去什麼 去接納的 不是說 在那裡檢責排斥 在那裡說 挑三檢四 挑肥檢瘦 全都驚你教他 我們沒有煩惱的時候 我們心裡會覺得怎樣 很清安 我們如果有去煩惱的時候 奇怪今天你就沒有做什麼工作 不過就是怎樣 腳步也很緊張 對嗎 穿鬼也怎麼穿不起來 因為你就是煩惱 我們說要黏粉 要保持正念 臨命中的時候要怎麼有正念 就是這樣來的 不然你平常是就沒有正念 整個黏頭 暖超超 自己都沒辦法 自己的黏頭是怎麼蓋的 怎麼走到哪裡去 要怎麼抓回來 都不清楚了 你臨命中的時候要怎麼控制 我們要怎麼有正念 臨命中的時候完成這個 走出來 不要說完成這個 我們掛心的人 你外面的所有情境都會怎樣 都會牽動我們的信念 你要怎麼有正念 所以就說你臨命中要有正念 這不是說靠你回向來的 是我們平常是就要這樣學習 這樣來修行 我們臨命中的時候 這裡有法度有正念 我們要讓我們的心比較穩定 也是要用這樣去用功 知道我們的心有去折騰 那現在我們要說訓話 這裡有很早的訓話 不然現在說你訓話 連自己怎麼得到就不知道 你基本就不知道要怎麼訓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責罰 所以我會說 責罰覺之心中要 我們用這種的責罰 這種的直覺 用根不用思 不動意識心 植入清淨緣起 如果這樣你會這樣 才有可能 你就會慢慢具足 所以你要放下 你這裡真的有辦法訓話 不然你就會 明天知道 就知道不好 這樣就訓話 就不知道要怎麼訓話 你心也是黏住 這個責罰覺之 這就是來賓 七覺之來賓 比較重要的這行 再來 我們精進 這精進 我們才有說過 精進就是包括 值跟什麼 量 要值經量足 對 量分要做 要量有拼一下 做什麼事情都要做有拼一下 而且有拼一下不是 杯水車心 要做一個 等一下就沒了 沒三分鐘熱度 你是要怎麼 做得有夠 要做得有夠 這個才是真正的精進 量足就是要經常做 資金就是你做的時候 一定要做有拼一下 有拼一下就是 有拼一下不是說把事情做得好 有拼一下就是 我是每一行都是用怎樣 用萬分的心 萬分的心 菩提心就是滿分的心 這就是有拼一下 我量分就是傳訓的念佛 我做我發心來做義工 發心來護持三寶 我滿心的做的 不管你的能力 你的體力到底是做多少行 你做一樣都是什麼 功德無量 不在事情大小事情多少 你是滿分的心都是功德無量 這個叫做什麼 資金 再來呢 這個喜 我們這個上次講 上課也都有講過了 一定要有什麼 歡喜心 有講過 我就現在簡單講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們隨時 一定會有這個歡喜心 這個歡喜心 就是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對這個歡喜心 對這個歡喜心 是愛歡喜 喜歡他 而且什麼樂在其中 而且什麼樣子 發喜充滿 我們自己說的 喜歡 喜歡 樂在其中 然後發喜充滿 這是我們的喜 清安 剛才說過了 我們 也都是最近幾次講課講的 我就不再多講了 這個清安 我們有講過了 我們修行是要把我們的心放在 放在什麼地方 煩惱有比較減輕嗎 對嗎 不是你放在說 我們都做多少事情 還是看多少事情 是我們的煩惱有比較減輕嗎 不管我們做什麼事情都沒關係 煩惱有減輕嗎 這就是我們用功的重點 煩惱有減輕 我們這裡 生可以清安 心也可以清安 我們心要清安 絕對不會因為你的休息 我睡得更多 我希望睡得更多 你的生就有辦法清安 你心如果是出眾 生也沒辦法清安 所以這就是要不要去煩惱 再來我們要說的就是 剛才我們說這個精念 念的重要 我說錯了 我們說過了 這個念對哪裡就開始有念了 是不是對四念處 就是念嘛 所以念它不是只有一個一個念頭 這樣而已 其實在四念處的念 其實它是一種什麼 一種絕躁 這種念頭是一種絕躁 觀察 一種絕躁 這種絕躁 這種絕躁之後呢 漸漸這個念 它是如意主的時 它就變成一種 出粗暴的 穩定性啊 有一點定力了 啊 一定跟五根五粒 五根五粒 信進念定會 對不對 五根五粒 裡面也有念 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念根 譬如說你這個念已經有什麼 正念已經有 紮根了 有紮根以後呢 到五粒呢 變成念粒了 嘿 已經有力量了 頭上面如果有一個絕頭 你也會這樣這樣 要抓腹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對念頭的 掌握的過程 跟七絕躁的時候 七絕躁這個東西呢 這個念合作念絕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特別要來講 這個念絕躁 對 念絕躁 這個念絕躁呢 跟頭前的念已經是不一樣了 這個念絕躁意思就是說 他已經 剛剛一樣了 責法絕躁 這種地位不是表面的 不是用表面的思維 這種念絕躁也是一樣 他不是表面的 他不是只有在表面 非表面 他是怎樣 他叫做 時刻不忘所緣 我們用我們的話說 這一個東西要怎樣才不會掉 拿去 你什麼要怎麼把它扣勞 你什麼要怎麼把它扣勞 你三個怎麼才不會開開 你會掉嗎 這是扣勞 我們把這個所緣 記得 我們現在所緣 我們現在所緣 我們念絕 念絕 我們的所緣 念絕的所緣 念絕的所緣是什麼 阿彌陀佛的名字好 對嗎 阿彌陀佛的名字好 我們對阿彌陀佛的名字好 我們這個所緣 我們要怎樣 把它什麼 扣勞 要怎樣才會 才有辦法把阿彌陀佛的佛號 扣勞 你要扣勞 你若是 要搞得掉 你若搞不準 會掉嗎 不會掉 對吧 所以 要搞得掉 抱歉 要說一下 要扣勞 所以我們對這裡就知道 我們不要打夢想 也是一樣 你要扣勞 不然 我們用心用了 不對的時候 一樣 不會掉 沒有扣勞 所以一定要扣勞 才不會掉 所以我們就知道 念絕的要領 念絕的要領 就是要讓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跟阿彌陀佛 要怎樣 扣勞 要扣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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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就要確保 我們的念 是怎樣 會深深的 深深的 深深的 沉入 或者是就是 近在 沉入或者兩近在都可以 進入 進入什麼 我的所緣 進入所緣 就是阿彌陀佛 所以 前面對阿彌陀佛 我們對阿彌陀佛 我們跟阿彌陀佛的關係是怎樣 對這個 阿彌陀佛可能有時候 等一下太多 太多 太多 阿彌陀佛太多 太多 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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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你慢慢一直用功下去 阿彌陀佛 跟阿彌陀佛 我們對阿彌陀佛 我們對這個所緣的掌握 跟什麼時候 加合著念覺知 我們說過 這七覺知就是 我們用的方法 所緣不一樣而已 什麼就是這個 逼著念覺知 就是 浸入佛陀佛 我們對佛陀佛的感覺 你有種 浸入佛陀佛陀佛 所以你要去討佛 去討佛 還是我們 念佛一句 那時候 是怎樣 以前我們經驗的時候 我們在念佛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對面做 其實 他有很大 在修念佛三妹的用意 後來的人 可能沒什麼清楚 這種 對面做他的用意 你對面做的時候 你別說是 你如果是在念佛的時候 大家都向上 大家都向上的時候 你坐在頭前的人 跟坐在外面的人 是不是不一樣 坐在頭前的人 我們的魚 抱歉 我們的魚 不是千里 我們的魚 還是什麼頭前的人 聽到清楚 後面就聽到不清楚 所以坐在頭前的人 還聽到的是 全部的人的佛號聲 不過全部的佛號聲 你還是覺得 是怎樣 對各位傳來的 後面 對不對 後面的人 聽到的佛號 是對什麼 頭前而已 後面是空空 而且感覺比較虛味 對不對 你如果是兩邊 是對面做的 你不管坐在哪裡 你是可以 都可以聽到什麼 全場的回響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你可以怎樣 靜在 念佛 因生海 所以 這樣用功的方法 藉由大家共修 藉由大家共修的力量 是用這樣來念佛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我們很容易 可以達到這個念覺之 就是整個心 因為你隨著大家 因為我們說 心無力 口來福 我們心來比較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是靠出聲念佛 這樣來輔助我們的心 引導我們的心 所以你聽到這個聲音 你自己也這樣黏出來的時候 你聽到全場的念佛 這種的回響的時候 你心 你就很容易 整個全部就是靜在阿彌陀佛 整個都靜在裡面 那時候你 直入清淨緣期 你沒有去分別說是什麼 是在念佛堂裡面的分佛 還是說 是外面的分佛 還是裡面的分佛 你聽到的好像沒什麼 整篇的分佛而已 你沒有內外的這些差別 沒有你我的差別 你就是整個阿彌陀佛 整個都靜在這個分佛裡面 念佛三位就是這樣成就的 所以這樣的念佛方法 其實是有道理的 是怎樣 像我們以前我們 那個牌班 念佛要這樣子牌 是當時是有這樣子的原因 考量 所以才這樣做的 所以這樣念佛的時候 你如果在這裡有參加念佛一支箱 雖然我們人比較少 不過那種感受你 就會稍微有一點感覺了 你如果人越多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會越明顯 你就整個真的是 靜在念佛陰神海裡面 尤其那時候 你是非常的專注 不在於大眾的聲音 現在有多大 只要大家很多 都會有一個聲音 你就整個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整個我們心裡面 這種植入 你不要去分別的時候 這種植入很容易會進入狀況 很容易會進入狀況 就是我們這裡說的 這種念覺知 扣勞 扣勞 你這種經驗越多的時候 後面你 私底下 你自己要用功的時候 你是不是隨時提起來 你那時候你用功 那種情境 你立刻會進入到那種情境 而且雖然那時候 你平常是你用功時 你改一個 不過因為你裡頭 已經有這個經驗的時候 你改一個一念的時候 你的聲音而已 但是你就知道 進到念佛陰神海那種 那種感覺 你就會隨著去 一種植入 植入那種的清清清涼 都是事後回想 那段念佛陰 你就覺得很舒暢很暢快 不覺得久 那念佛陰就 一個小時過去了 這真的要一次一次的這種 你這裡有時候會有 一點點的經驗 才我剛才說 心頭就是這樣撲一下 撲一下 偶爾碰觸而已 你慢慢的到尾巴 你喘息起來以後 你這裡有辦法怎樣 整個站在裡面 那一次你會有辦法控制 我什麼時候要站在裡面 我什麼時候 我需要數位的事情 我什麼時候要處理事情 那一次說 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也是站在裡面 像憨山大師 正在念佛三妹 成片的念佛 到他往生前 他處理了多少事情 他都不理成片的念佛 所以看著祖師大德 他看他 那不是奇蹟 那真的是做出來 就是用這樣做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 我一直跟他說 你知道這念佛這個得利 你知道這三十七譜 在裡面 阿彌陀真的有 你要去了解 一個一個去了解了以後 看到祖師大德 你要把這些頭 全部都要串起來 抖起來 你就知道說 那時候你這麼說 祖師大德 他們的受傷 那真的是太殊勝了 你看那個傳記 真的是震撼 我現在說這個 我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真的是叫做震撼 他真的是把精意做出來 念佛是這樣念出來 所以一個基本前提 基本的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了解那個精意 而且是徹底的了解 有那麼沒法 這部經這邊講的 你可以把它抖起來 不是跟他解釋在字面上而已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念覺知 念覺知第一的要念 就是說你一定要扣準 要扣勞 你如果剛才念佛一致什麼 你知道嗎 你用功的時候就是這樣 一次又一次不要錯過 你每一次緣起 你在這裡訓練得越熟練的時候 你進入的狀況就會越快 你要進入就會越來越快 所以有機會 你就很開心 你還可以這樣來狀況去念佛 你一次還可以都熟熟熟熟 不是說來熱鬧一場 還是說我在家裡 我自己也可以念 不一樣 如果說你在這裡 已經有這種工夫的時候 你自己那時候 你有能力可以自己打個棋 不然你還沒有能力 你打個棋的時候是打妄想 你沒有這個能力可以進去 所以我才說 閉關不是 因緣你的程度還不夠的時候 隨便閉關會走火入魔 而且那是關於風神網 橄欖跟風神網 關於社會 你如果在這裡有這樣的工夫的時候 你說才砍得上說你有閉關的資格 因為那時候你的閉關是怎樣 是 那個進步是非常的神速的 那直接去的 就完就是幾乎是整個在裡面的 不會說等來還在想 今天你怎麼吃的是這樣 今天你怎麼天氣這樣 不會在裡面還有很多的思緒 還有很多的亂 是一進去就 真的就是像在飛一樣了 他整個都完全進在這裡這種的經驗 智慧的開啟來自於你過去所竄習的 所以很多做事 他們閉關的時間不一定要很長 他們閉關進去的時候 過去的經法 你看他們閉上來 很快就進入狀況 然後智慧開啟 那個什麼鑄金解金 一瞬就幾片人人 他下筆說不會負堂下 那個有一個祖師大徒 我沒記得是誰 是歐一大師還是哪一個 說不會負堂下 車路禪師 他說 那個瞬間他說 那去我的不會負堂下 下的下不完 那個出來的思緒 對於那種的慧潔 那種經驗的慧潔 他想要下筆寫下來 流傳給世人 說下的不會負 人家在閉關是這樣子的 那才有祖師大徒去閉關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 好好地在日常生活中 先把我們這個工夫訓練 訓練的時候 尋求我們臨命中的時候 我們會很有保障 保障 保握到我們的心靈 所以剛才說的 第一個要領就是 可以扣勞 扣準 第二 就是你 第一 這第一 第二 我都想到亂糙糙 為了要畫那個位置 讓你們知道 所有都寫得亂糙糙的 好 第二個 就是說 我們念的串息力 念的串息力 這個串息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有一樣的 雷同的觀念 我會一直講的是 這個是一個修行要領 這是一個修行的要領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電話說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每次都對 影響那些積極 我們念的這種串息力 這種我們的念的發展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動力 一個念頭 還有一個念頭而已 我們的煩惱要生騙 我們的六道輪迴 可以讓我們的六道輪迴 變成一個神 還有一個法界 這是什麼 我們平常是要入一個模型 要入整部 你要入一個模型 要入整部 我們要入一個手脖視線 我們這個法界 怎麼進去 很厲害 我們念的串息力進去 所以我們要入一個基督世界 一樣 愛用這樣進去 我們三部世界是怎樣 我們有辦法 我們念的力量 動力 我們就是了解我們念的動力 我們念念 探親戚 念念的執著 念念的生死 所以我們這樣創始 一直念念 所以我們就有三部世界 這都不用 你不用怎麼入 就都給你入好了 你出事就都給你入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一先了解 我們念頭的串息力 它的力量 它的動力 它的動力大到可以怎樣 它的動力大到可以 塑造一個法界 所以一樣 我們現在要塑造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也是要去生用我們念的串息力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念的動力有這麼大 所以我們的念的動力 一樣 有辦法消滅掉 我們所有世界 所有的一切 對嗎 它的動力就是這麼大 要靠怎樣去消滅 要怎樣去建立極樂世界去相應 一樣 你只要怎樣 一個插摩的念 一個插摩的念 你的串息的意思就是 我一個插摩的念 一個插摩的念 你去 一個插摩的念 你去引發 下一個插摩的念 一念去印一念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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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去印一念 所以我是怎樣 大家說 其實都一直跟大家說 煩惱拜託的 不要服飾 開一次就不定了 要再複習那麼多一次 一定是 中三部世界的中緣 對不對 你一個念頭 引發下一個念頭 很生氣很生氣 他怎麼會這樣 講這個聽 他就怎樣 又跟你讚聲 太好了太暢快了 又找去他們說 所以煩惱都怕人不知道 對不對 四處一直說 一直說一直說 你講出來不是 為了要解決問題 你講出來只是為了要什麼 卸憤 去找到人 自己怎樣 給你讚聲 給你聽你 你說好 你是對的 你很委屈的 這不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就讓你的煩惱 一個念 引發下一個念 所以是怎樣 我們的三部世界 你創始創的動力 會這麼大 讓我們繼續輪迴 輪迴不完 所以我們要 洗倒回去 就是一樣 我們要用我們的 生的念 用我們的佛念 一個念 引發下一個念 我們是有這個念念的 所以 好的念頭 生的念頭 阿彌陀佛 一個念 推動 創始去引發下一個念 一個生的念頭 喜悅的念頭 聽佛法的念頭 一個念 創始一個念 所以 不管怕什麼 你有滿意 沒有滿意 拜託不要洗洗念 你越念 你越念他越不好 因為你都一直給他 怎樣 對 他給他掌握 你都一直 這個創始 你都一直給他不好 一直拿清 對嗎 所以你要一定給他什麼 善的創始 生的念頭 你一定要給他好的念頭 一個生的念頭 你看 一個人 他如果都不看過 完結是什麼 一個小孩 從出事都不看過 什麼完結 他大小的時候 他不知道 他會跟別人完結 尊敬他去掌握 他也不 感到疼 他也不知道 那個委屈 要怎麼說出來 他也不會去說 好 這隻手握 他也不會這樣 對嗎 都是你完結看 你現在又 還拔他 拔他 對嗎 你又拔他 拔他 他所做出來 其實都是 你過去的樣子 你都是要做給他看 那種氛圍 雖然 他學的不是你的話 不過他已經把你那個什麼 氣息那個時候 已經把你 複製過了 所以以前 孟母要三千 要給他好的環境 給他正向的 給他對的 所以這種 好的念頭 這種的創始力 創造一創 這種是非常重要的 大陸人在推動 中國文化教育 他們有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還不錯 我簡單用兩三分鐘 把這個實驗講完 你們有機會可以去看 這個實驗就是可以證明說 你散的創始 一般的 他們一些 家人比較好過 因為自小時候 就是要這樣 把他們養成 結果 到長大以後 人家說 現在 以前的小孩 是給他一個 武力櫃 對不對 現在小孩 是給他一個 你沒有用的時候 以前小孩 就沾土 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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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所以他後來變成這樣 也是我們做成的 對不對 你希望 他不要擦三年 他小孩的時候 你擦好好做你的工作 你擦起來 他就不會擦 對不對 不過他後 他會擦多久 擦一死人 對 所以那個 要看清楚 結果他們已經有發生 已經是40了 因為已經咬到 小孩當晚的時候 國小五六年級 國中 最難擦 當晚的時候 要怎麼樣 有一些賴症 那些很自立自強 什麼都沒有 什麼又好都沒有 他們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如果沒有去做 那自三月四月 人家就會去做 是人的 會不會怕 什麼都可以做 四月五月 就開始去掃點 去創什麼 一大堆 人家有這樣的經過 不會知道很多事情 在那裡都沒有去接觸 就沒有好的念頭 好像去看到什麼 父母的疼愛 看到爺爺奶奶的辛苦 看到宇宙大地 這一些 欣欣向榮 他要站在那裡想我 所以那個念頭 始終都一直是很好的 雖然他沒有接受這些新科技 結果他們對這隻小孩 要怎麼教 你如果是 他講他過去的教育 就是 不對 他開始已經定性了 開始一直跟爺爺 他為什麼 一直反彈 對不對 你跟爺爺什麼都用負面 就是負面的 對不對 你用一個很生氣 這也是負面的 對不對 所以 他越來越快 也是你做性的 他越來越亂 也是你做性的 因為你都用 越亂 越不好的心情 越不好的磁場 你想要去改變 你怎麼可能 所以他們用一個方法 就是交換學生 交換幾個月 讓他完全去 去要完全放下 也沒給他帶錢 也沒給他帶手機 去就是完全一樣 父母也都不要出現 放到你改變為主 就是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改變 你就是要找一隻人 做 做的來耍 來耍人 完全都沒有的時候 看起來是他不太適應 他慢慢的 當他對 原來的這個環繞 這個城市 家的死心 沒有希望 沒有可能的時候 他就會認真 完全接納 這不是我跟你們講的 對緣起的完全接納 靜在裡面 他就會發現裡頭的美妙 這我講的每個緣起 都是奇蹟 所以在那邊去感受到的 善 感受到的善良 感受到的愛 所以他全然全然的改變了 我看到了幾個實際上的案例 他們是每天做的那個 有的在中間 連攝影師 攝影師 都叫他 叫他 就是到這樣子 但是 他們經過這樣子的磨合料 那種的改變很震撼 是徹底的打從心理改變 所以 你希望你會怕什麼 你希望你周遭的人怎麼 你不是用小小念 小小念你只是怎樣 念得竄死海了 你念什麼他就會生什麼 你一定是怎樣 是沒有那麼鬧心的 你的這種的純散 用你的身口意 你的行為去做出來 人家就會覺得說 爸爸好棒 媽媽好棒 我要學跟他一樣 你所有的德性 才有辦法 他們全都給你複製起來 這種就是念得竄死 真的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善用它 一定要善用它 所以我們想說 一樣的三十七道品 跟這的時候 就合著念絕之 這個 你如果有辦法 創始一個叉弄念 可以引發下一個叉弄的念 你有沒有辦法去講 到這的時候 說真的 我們跟這的時候 敢去不好的念頭嗎 絕對不敢 我們有可能 這時候有可能的分層 這樣而已 你不敢去不好的念頭 有去念頭 一定是去好的 一定是去好的 力量大一點小一點而已 所以這種的 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叫做念絕之 它已經可以成為 覺悟的一分了 有這種力量 所以 我們在三婆世界裡面 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用的心多大 我們去記錄世界 我們的成就多的心 所以我們說品位 歐一大師說品位高下 就是在於什麼 念佛功夫深淺 得力就是在這裡 好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 所以我們把他的最後一句 做結論 為了要跟這裡說清楚 由至七覺 心在七覺之 所以他可以修心佛法 用心去改變 所以我們修行用功要領就在這裡 今天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因為今天這裡比較重要 好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